哈囉大家 少瞎 我現在在美國Arizona 然後這次是跟H&M來活動 想說可以錄個Vlog 記錄一下 然後也讓大家看一下他們這次Studio的新品 然後 飛超久 因為其實是台灣到舊金山 然後在舊金山 轉機到鳳凰城 然後明天其實是不會待在這邊 我還會再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 反正這是我第一次轉機 搭了16、17個小時吧 甚至更多 反正就幾乎算是一整天 對 反正是我們終於到了飯店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Arizona 這邊是我的房間 我一個人是住雙人房 我在剛到 然後前面有一片玻璃 陽光超好的 這個就是亞利桑那州 永遠陽光普照 這樣子 還有點過曝呢 那當然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Room Tour 所以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發現我好像有點感冒 我是有吃了兩支感冒藥 但是 發現還是會有一點點鼻音 所以大家就稍微見諒一下囉 首先一進門 這邊就是廁所 廁所區是這樣 嗨的家 然後碼頭 還有淋浴區 還有我本人 穿這樣子 已經穿了一整天了 還有很大很大的床 跟很大片的玻璃 基本上呢 就是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會去Downtown附近晃一晃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住在鳳凰城的市中心 可是 因為我們都沒有來過 想說等一下可以探索一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都可以趁工作的機會 去一些我可能不會主動去的地方 我覺得蠻好的 對 然後 又是珠寶 我上次也有帶他跟我去大阪 我每一次 只要出比較遠的地方 我就會帶一個 我床上的夥伴 跟我一起 因為我可能床會睡不習慣啊 然後可能枕頭不適合我等等等 但是如果就是有床上本來的夥伴的話 我就會覺得更舒適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這樣欸 會不會覺得很幼稚啊 好我不管 舒適最重要 這裡的Downtown跟我們的Downtown 比較樸實 可是真的是沒有來過其他州的話 不會知道說差異這麼大 比方講我親戚他們就是自己是美國人 他們也會覺得每一個州就像是一個國家 加州跟紐約就真的是兩個國 那楊麗昌話就是什麼 另一個國 比較遠離城銷的淨土 我覺得我的文學造詣很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覺得飛16個小時 你還可以有這樣的文學造詣 不簡單 真的鼓勵掌聲 謝謝 我們現在到一家餐廳 是剛剛買茶買飲料的一個店員推薦的 他說就是在走幾個blocks就會到 然後我們發現人都聚集在這邊 這邊很滿 就是以這邊的人口密度來講已經算滿 因為你看 剛剛那個路上人煙真的滿稀少的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們剛剛就慢慢這樣走 其實滿滿舒服的 嗨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疲憊 因為我覺得我的感冒好像變得有點嚴重 所以我們就稍微晃一下我就回來了 我可能大概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Ann會來找我 她在Arizona念書然後剛好在Phoenix 所以或許我們可以碰個臉我休息完之後 喔對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次忘記打包到相機的麥克風 所以可能手衣會沒有像以往她那麼清楚 嗨你們看我見到誰 嗨 我在Arizona唯一的朋友 喔 終於看到妳了 一年多欸 生病好可憐 我很開心可以在這邊遇到妳 我也很開心可以遇到妳 終於有一個佛人朋友來這邊 這是第一個 對 好久沒講中文的感覺 喔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跟你一對一中文 啊 家教費一千塊 對我也覺得需要欸 我需要上中文課 對啊 這晚放我回家洗澡 然後剛剛收到 這個包裹 外夾 剛剛掉的這封信 欸我其實不知道可不可以開欸 讓我來看看這封信 你的移動活動開始 當你開箱的盒子 OK 所以我想要把這個盒子打開 欸我覺得這個麻繩真的超難開欸 然後我這次忘了帶指甲刀 我剛剛是嘟嘴嗎 我剛剛是嘟嘴嗎 這次來的原因就是H&M Studio SS19 H&M他們有平常我們都可以買到的系列 然後SS Studio都比較偏向是時裝週的感覺 所以每一季都會有不一樣的商品 喔打開來是這樣 又是一張卡片 我老是會把卡片掉出來 來看看它是什麼 一個H&M的水壺 是他們的行路 這次的行路裡面的圖片都是比較荒野感 這是他們這一次的主週 它還沒有一個這個卡片嗎 我剛剛掉出來的 我看前面我都覺得OK 是在打招呼等等等 然後 Your experience will be full of unexpected Keep your eyes and mind wide open 我只要聽到那種什麼 unexpected 就是可能一定會出乎我意料 我都會感到有點焦慮 而且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承受得了嗎 好 我們就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 今天要早睡 用我濃濃的冰 跟大家說晚安 我們大家再見 明天見 掰掰 大家早安 所以應該還是這樣子 我剛吃完早餐 等一下就要準備離開這邊 然後前往Sedona 然後今天的行程很豐富 就公關在早餐的時候跟我匯報一下 他說 我剛到Sedona的時候就有兩個拍攝要拍 然後再來 還要去一個什麼迷宮 什麼水晶的體驗 他們那邊的人很推薦 還有天貓的人要採訪我 大概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就公路之語開始囉 我們現在在Sedona 然後這個是我的房間 首先一進門是床 然後 凱文 我覺得浴室非常美 很像某餐廳的廁所欸 然後這邊是淋浴的 泡澡的 出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很溫暖的空間 真的地活 不是那種投影的啊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 我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個拍攝 我要換他們這一次 2019的衣服 這個是我要拍的第一套 封衣 然後斑馬紋的 洋裝 還有帽子 跟耳環 好 準備出籍 這一次的這整個系列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是那個 動物紋 然後除了斑馬紋之外呢 還有這個 比較偏向豹紋 嗯 對 然後我覺得這整個秀入都非常美 還有一些其他的圖頭 再給大家看 這個咧 就是比較多彩的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然後穿一件就簡單牛仔褲就有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等一下我也會試穿 會變得像馬力圓的夢褲 超辣 OK 其實也還好 哈哈 我兩套都拍完了 剛剛H&M的公關Kelvin幫我錄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路 超驚人的欸 我第一次在戶外看到路 覺得很酷 而且他們很多 然後看到人好像也沒有太壓抑 然後長得很大 超可愛 然後現在在等照片 他們後面在挑選那個 今天剛剛拍的照片 一個人可以挑六張 然後我自己比起來的話 我更喜歡上一套 因為我覺得上一套比較像是我平常會穿的 這一套就是真的比較大膽嘗試 有人喜歡第一套嗎 還是喜歡第二套 就是留言底下跟我說 我自己就覺得每次都會趁工作 就穿一些平常不會穿的衣服 也是一個蠻好的體驗 嗨 我回到房裡了 外面剛開始下雨 就變得好冷喔 還好我在下雨天前 就把我要拍的東西都拍完 因為我們剛剛拍的時候是晴天 但是突然突然在我選照片的時候 就突然下大雨 然後很多人可能拍到一半 他們就需要回來 甚至是有些人還沒有拍 他可能還會擠壓到明天的時間 然後選照片其實比我想像中久 因為主要就是在等待 所以我本來不要去那個水晶迷宮 就是就沒有去到 然後我剛剛叫那個room service 因為雨很大我想說就回來吃 喔 蠻餓的 啊 room service 終於來了 我肚子快爛掉了 我點漢堡跟薯條 耳爆 喔 薯條好好吃喔 漢堡超大啊 漢堡跟我臉一樣大 你看 這跟我臉一樣大 好驚人 好 我就慢慢享用 掰掰 我們很幸福你來 我們有一個祝福的感情 和漢堡的冒險 回到房裡看到這個 說到H&M的化妝品 台灣目前沒有 可是還蠻多地方都已經會有H&M的化妝品 哇 好可愛喔 第一次有H&M的化妝品 他還給我一個香粉 喔 是香水 欸 味道蠻好聞的欸 好像是今天我們吃飯會場的味道 還是showroom的味道 欸 好用心喔 就是他們還噴這一系列的味道 在沾場裡面 包裝就是簡約 大概就是這樣子 明天早上的時候 我好像要去坐吉普車 希望天氣是晴朗的 如果不晴朗的話 我還算有備有的來 我有帶雨傘跟馬丁 那今天就先這樣 我們明天見 晚安 要在這邊吃早餐 超漂亮 好像畫跟雜誌 喔 有反光不太好 看這邊 看 最有靈氣的衫 喔哈喲大家 看看我穿了多少件 介紹一下我今天的OOTD 高領 然後 還有襯衫 雨柔外套 風衣 羊毛大衣 以及 這個毯子 大家穿很少你知道嗎 我感覺像是要逃難 我好像是要去東面 大家穿很少很少 你就對比 知道我穿有多多了 超驚人吧 哎呀呀呀呀呀 What you hiding from me 哎呀呀呀呀 What you holding back I think I saw you with another I think I saw your hand slipping down That look that face smiling back at ya Is why you always wanna be around her Be around 我剛在天貓上面直播 直播結束就直接來晚餐 大家早安 今天太陽很好 瀑布了 往後退 今天的太陽光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等一下我要跟H&M的公關一起在附近吃早餐 就是昨天我們吃早餐的那個地方超美 然後要把這一套拍掉 它其實這個是泳裝 然後我覺得泳裝有時候就是真的可以當body suit穿 然後它這邊是有袋子的 另外一邊是無袋 嗯好像沒穿 穿原始人的那個造型 然後我穿西裝外套綿麻的 然後褲子也是一樣 然後等一下要去吃早餐 我現在還蠻餓的 這邊是雪 然後好像溶掉了 所以變得濕濕的 然後這邊還沒有溶掉 你看還可以看到白白的欸 啊今天終於出太陽了 大家有看到雪對不對 當地人都跟我們講說他們也很難看到雪 就是真的很碰運氣 還蠻幸運的是我們看到三個景象欸 一個是下大雨 因為他們這邊也很少下雨 更少下雪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平常他們的晴天 我們都看到了 一次捕捉 看好美喔 而且後來他們說這個其實不是山 它是岩石 它是石頭 然後就長這麼大 就這麼大欸 我們要走了 我與我的行李 還有這個view 拜拜 拜拜